日本皇寺丘迪宫文人亲王的长女 29岁真子公主 2017年和平民男友小士龟 宣布订婚后结婚日期却是一言再言 如今终于决定今年结婚 距离订婚日期 拖了四年 日本媒体都盛传 是因为南方家族并不光彩 不但有个闹金钱纠纷的母亲 小士自己也被爆出曾经霸凌同学 丑闻联环报让宫内厅不放心 把真子公主嫁给一个问题家庭 婚礼被迫无限期延后 事件爆发后 小士龟就到了美国深造 真子公主去年11月发表声明 坚持和小士结婚 文人亲王后来也终于同意两人婚事 不过小士龟未来将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工作 真子公主很有可能跟随赴美定居 而且考量疫情 任何仪式通通不会举行 这也是二战之后相当罕见的记录 真子公主结婚后不再是皇室成员 尽管如此等了四年 两人不变的心意 也将支撑着彼此继续走下去 敦顺专与清零万一报道